在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 所学来的理性道德的部分 其实可以变成一个非常虚假的口号 可是在行动的那一刹那 会变成这么不同 它其实可以是本我这么自私的 或者是贪婪的一个形象 或者欲望的一个形象 我想这两部分 当时我自己在小说创作过程当中 觉得真正想要抽丝剥茧去谈的 所以我相信文学创作 可能第一个面对的应该是自己 如果它对一般的读者 还有一点点作用 我想也只是借着这样的一个 可能看起来荒谬而不可解的世界 尝试把我们自己内在 个别非常孤独的那个部分 跟另外一个人去交换一下 体温吧 我用体温这样的字眼 想到北欧的一个哲学家齐克国 他说人类很像刺文 在寒冷的冬天 很想依靠着用体温去温暖对方 可是一生都是刺 那至于人的身上 可以分离出来的所谓灵魂的部分 跟物质的部分 理性的部分跟感性的部分 如果把它划分开来 它会变成很奇特的一个生命的构成 那么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年轻的医学院的学生 他自己属于医生的部分 跟他诗人的部分 大概也在打架 也在对立 其实我们身上大概也都有这两部分 一方面觉得自己是一个极其高贵的灵魂的存在 同时大概也都知道 可以冷冷地看着自己 完全属于肉体的部分 而那个肉体的部分 跟灵魂的中间的对话 大概也是以致我自己在文学跟艺术里面 很感兴趣的一个部分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 如果透过文学跟艺术 透过美学 多了解一点 这个部分 其实会是一个比较宽容的时代 当然这里面有一点意思是说 我觉得台湾 其实有一部分让我毛骨悚然的是 在这样一个极速的变迁当中 对人性其实是很不宽容的 是非常非常不宽容的 而这样的一个不宽容 让这样的一个极速的物质暴富的时代 暴发户的时代里面 其实少掉了很多对人性上的细致 那么从新闻媒体上来看 其实是特别明显的 掌握着许多快速的资讯 做耸人听闻的报道 而对于内在的那个人性的部分 其实很少有真正负责的部分 有时候很奇怪 不觉得Boss的话那么抽象 有时候站在东区这样看着看着 就觉得真像Boss的话 人的荒谬 人的诡异 不可解的那个世界 当然包括自己行走在其中 这是在Boss的世界里面 而那个所谓的失乐园 那个失去的乐园 到底有没有可能重建 我想在文学的世界里面 只是希望说 能够借一个比较诚实的方法 慢慢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所以我想 也许各位是参加一个场次 来谈今天 我们有一点围绕着 鸟 Boss Birdie 这样的电影 跟热死鹦鹉中间的关联 如果是 接下来几个场次 会继续参加 大家会看到 我希望在这六个 不同的段落当中 借助于不同的绘画 电影跟小说 把它组合在一起 去展现出 另外一个 可能过去我们接触的 艺术完全不同的 一个心灵领域的东西 那我也 要特别谢谢各位 容许我在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台湾今天 是不是这样的条件 已经成熟 去探讨这样的东西 我自己也有很多的 困惑跟疑虑 所以我觉得这次 其实有很大部分 我觉得好像很实验 我很想试一试看 看看Bosch的话 看看Bosch加Berdi 加成热死鹦鹉 加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当然谢谢各位的支持 最抱歉的是说 我想这样的演讲 跟过去的演讲 最大的不同是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 结论式的东西 可以给各位 我只觉得 我们好像一起打开一个门 试图去走进去 走进去的时候 有很大的恐惧 有很大的彷徨 可是也有很大的好奇 希望去探测一下 人心的深度 到底还有多少的可能 所有的人 大概都在等着看 这样的一个岛屿 要走到更 粗暴或者冷漠的 这条路上去 还是走到更 细致更温暖的 这条路上去 大概就在于 读到这个新闻以后 是采取什么样的心境 去看这样的一个新闻 背后的事情 那我大概也是用 这样的心情 把这六个场次的东西 可能要整理一下 跟各位 再继续谈下去 那明天会谈 比利时的一位超现实的画家 玛格丽特 跟日本的一位导演 是四山修斯 可能各位拿到的 那个上面印错了 因为大家都联想到 吃的日本料理寿司 所以就变成了寿山修斯 它是四山 就是四庙的寿 四山修斯 这个导演 都拍过三部电影 上海艺人倉馆 那么明天放的田园死神 是他的一个自传性的东西 后来他就自杀死了 很年轻就死掉 日本的作家 艺术家常常 最后都是自我毁灭的这条路 非常奇特的一个 超现实的电影 田园死神 他还有一部电影 就是拍很有名的 魔幻写实的作者 百年古籍 马奎斯写的百年古籍 叫做再见相周 台湾这三部片子 都可以找得到 最成功的一部 是田园死神 也等于他是死前 最后一次 把整理他自己 他是次传性的拍 拍他自己 拍到一半 他忽然出来了 他就是导演 他就面对荧幕 然后跟大家说 对不起 我刚刚全部在说谎 他说 他一直以为 他要很诚实地 拍一部次传 然后他发现很不容易 他刚刚都在说谎 他决定 下面他全部 要用最真实的方法 来讲他自己 可是我不晓得 他后面 是不是用真实的方法 然后他就自杀了 四三修斯的田园死神 台湾很少人 看过这部电影 所以我想 我们把它组合起来 来谈我的另外一个小说 富人明月的手指 好 我想再次谢谢各位 今天到这里来 那 也许有一点沉重 可是走到街上 说可以用 Bush的眼睛 看看台北 大概蛮高兴的 谢谢各位 这里是艺术有声大学互动研习系统 本讲次已全部结束 欢迎继续进入 艺术有声大学互动研习系统 与我们一起寻找一种更深的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W sarcast以内 打不开 船副 甚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